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今正走进了市民的现实生活 并且通过指尖轻松实现 这里是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地处老城区 锦临西湖景区 上午10点是就诊高峰期 虽然来往人流车流密集 但是交通井然有序 没有出现拥堵现象 曾经这里还是全杭州最拥堵的路段之一 因为以前的话 大家都是排队 有时候排个10分钟 20分钟 也不一定停得进来 以前整个这一条路 幻沙路和学士路 还有校女路 全是堵死的 他们全是一排排车 2019年 杭州城市大脑上线 把周围商场的车位统一纳入到医院停车系统 设立提示牌引导司机快速找到停车位 另外 患者可在线提前获知当天交通拥堵程度 并获得最佳路线建议 就诊结束后 车辆还可先离场后付费 减少了停车缴费的排队等待时间 现在呢 稍微好一点 现在 比如说我这样开过来 看到有空位 他就会放你进来 如果没空位的话 我可以停到比如说银态 或者公联CC那边过去 肯定是会带来好多便利的 人家说 以前 市医院是老牌的医院 即使实力他认可 但是他到市医院呢 进医院呢 停车呢 我们现在不完全地统计 大概平均就诊时间 大概是30分钟到40分钟 实际上对病人来说 有明显数段 一半到三分之二的时间 那么 现在目前很多的这些顾虑慢慢就打消掉了 能够改善 那实际上也变相地 或者也更多地提高了患者的就诊的满意度 聪明的城市大脑 有效地为基层治理赋能 让各类服务加速完成 使市民生活更加便捷 无独有偶 在安徽合肥的天鹅湖社区里 智能猫眼系统可以替更多家庭照看高龄老人 今年87岁的胡婉青 年轻时参加过抗美援潮 身体留下病根 行动不便 由于他和老伴没有与子女同住 社区为他家装上了智能猫眼 两位老人的安全得到保障 智能猫眼记录下老人出入家门的影像 如果超过48小时没有影像记录 系统会自动向社区后台以及紧急联系人报警 收到报警后 社区工作人员会上门查看情况 装了这个猫眼以后呢 他能够智能地管理 我觉得特别方便 这一点特别好 然后老人也觉得这样很好 我们有的时候偶尔有时候出门 他们也就该叫你们去吧去吧 我们就可以都可以出门了 智慧城市带来的便捷远不止于此 在吴湖市的华强社区里 智慧政务打通了公安 民政 医疗 就业等各个部门数据壁垒 解决了基层信息化系统繁杂 数据多头采集 反复录入等问题 居民在一个窗口就可以完成多种办事项 社区还开发了手机办事平台 居民可通过手机APP晚视通在线办理110个居民办事项 杨来乡就是华强社区的居民 十年前他曾经因为办理一个证件 往办事大厅跑了五六趟 而现在他只需要跑一次就可以完成办证需求 以前办事很麻烦 要到宿在这 要跑好几个地方 现在不需要了 现在就在这个大厅就可以办了 还有在手机上也可以办 申请一个智能 就是一个APP就可以办一卡通了 现在很方便 指尖城市带来智慧 便捷 高效的指尖生活 越来越多的城市加入进来 探索更加智能化 人性化的管理方式和治理举措 在重庆的物联网车间里 无人搬运车实现了物料搬运的无人化 和作业编排的智能调度 大幅减少了人工作业 天津智慧法庭让异地就近立案成为可能 互联网法庭还支持远程开庭 只需要一部手机 当事人就可以参与庭审 医疗卫生 公共教育 社会保障 城市管理 城市设施 公共安全 疫情防控 科技 助力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实现腾飞 让百姓生活更有获得感 2014年 国家发改委联合七部委 发布了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确立了以人为本 务实推进等基本原则 智慧城市建设 始终从城市治理的痛点难题出发 坚持问题导向 以人为本 提升城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我们城市大脑建设的核心就是以人民为中心 一度去寻找老百姓真正的需求 一点一点的去解决问题 从数据的规及共享到数据的协同 本身是就是城市大脑探索出来的一种 为老百姓办事 要用数据来赋能的一种手段和方法 城市大脑离不开大数据 人工智能 云计算等相关技术的支撑 其快速发展 得益于海量数据 如今 随着中国各地正在进行城市硬件的升级改造 社区的人脸识别 道路上的探头等数量庞大的传感器 为城市大脑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数据 同时 各级政府部门 着力打通数据之间的壁垒 建立起一套数据协同机制 唤醒了各类沉睡的数据 以恒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完成治理拥堵的方案为例 必要条件就是要有庞大的数据支撑 数据是在安全的确保的情况之下 我们要尽可能地把数据开放出来 因为数据不开放 是实现不了人工智能的 你没有数据 你再好的算法 再好的模型 都没有数据来验证 那你不可能有人工智能产生 除了硬件和软件设施 智能城市的建设依然需要各个行业的共同协作和发力 天眼查专业版数据显示 近年来 中国智慧城市相关企业逐年增长 2019年 相关企业成立数量达3200多家 年度增速为38.76% 2020年 已成立超过2600家的智慧城市相关企业 截止到目前 基础电信企业 已经建成的5G基站超过50万个 5G终端的连接数不断增长 目前已经突破了一个亿 年底之前 5G的网络将实现所有地市以上的城市 主要城区的覆盖 发动投资超过1800亿 目前 智慧城市的发展依然处于初级阶段 各个城市正在加速探索发展之路 同时与之相应的治理体系 和管理手段同样重要 也更加考验着城市管理者的能力和水平 只坚清处 智慧生活的开始键已经启动 一个更加美好的城市蓝图 正在加速展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